北京时间8月8日,连忙现在沉默如水,风平浪静不起波澜,各队之间虽然还有交易,但都是小修小补,就像一颗石子,人在湖面。 只能犯起一点波澜,骑士和快船的交易更是如此,骑士走了勒布朗,受欢助成杜大姐,快船惊吓送走效力的时候还小小的轰动了一下,毕竟能够把太子爷送走,快船的决心还是挺大的,随后就没声了。 这次交易骑士得到德克尔,雷纳尔达斯塞布蒂斯的签约权和布放现金,快船得到维拉德玛威勒宁克的签约权,签约骑士管理层倒是小动作不断,除了这个交易,还把J2史密斯摆上了货架,感觉像是憋大招的样子。 就是不知道J2有没有球队任领走,德克尔的到来对骑士来说是好事,德克尔虽然上赛季数据并不亮眼,只有4.2分2.4来把0.5助攻的数据,但是德克尔是一名非常努力的球员,在替补席上绝对能帮助球队,并且占据了火箭保罗七分之一的价值,火箭和快船七换一得到保罗,快船看来是继续腾出空间, 为了冥想而努力了,就是不知道小卡会不会选择快船,快船的重建任重而道远,大家说是不是。